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零食看影 我的頻道,我是雲宗龍 今天我們會再一次玩入版 今次挑戰這個就是超四個之打 嘗試零石零道具 上一條影片我打了國際版 用超隊越級地挑戰了零石 零道具,我想來想去都是用支隊打會比較穩陣 好,開播了 由於日版的難度,即這版國際版的難度相對應是比國際版難的 因為國際版你還可以封去必 但日版連封必都不行 即是日版這隻國際版有三種技能 有這個減傷,有這個防氣絕,還有防封必 這隻是有點麻煩的 好,試一試我這隊 我這隊就是G隊,以這個減傷為主 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們不能夠氣絕 不能夠奉別,不能夠控場的時候 我們便減攻,減他的攻擊力 減到他沒有攻擊力,那就沒問題了 好,來,開播 好,可以 再來一個6 再來一個2 當然最好就是前後的G屬性 即是隊友的G3世代的國際版 那我沒有啊 所以我只能夠派一隻瘋狂的馬尖鋪出來幫忙 好,是吧,第一隻 力屬性,超洗四五空 我們減攻隊 這樣吧 一定是這樣 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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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雲 小雲的秘道技能是有機率 令到攻擊過的敵人減15% 一來就這樣 我猜是5萬 我猜是8萬 比我想像得多 不要緊,因為我一馬尖鋪 稍後便回回 減15% 好像是3個回合減15% 但這些小雲其實很厲害 這隻大家應該有 這隻是去活動送的 有的尼米田供 有沒有減到 減掉了 魔童 魔空包圍彈 那應該沒問題 普攻了 我真是不害怕 好,接著這裡 回血 無限再生發動 維斯幫我們全隊加了攻防12% 4顆 先吃一吃 再吃這裡 魔童菇 最後維斯 都減一減攻 走頂 斜鏈波 大幅減你的防禦力 馬尖鋪 減你的攻擊力和防禦力 再減 好了,應該 嘩,他又勇 連環出邊 但是馬尖鋪肥了 我猜草獵 維斯減你的攻 好,沒有問題 好,沒問題 看一看 他已成廢人 我們看看,下一步進去 有這些 OK,沒問題 這裡我們要殺 別想了 殺了 1,2,3,4,5,可以 KO 好 然後這裡我們盡草 D D 第二版難一點 因為兩隻 因為這隊其實是減攻隊 減攻隊的問題 如果多過一隻 你都不知道減得哪個好 所以第二版是問題之處 這版比較難打 第二版這版 所以麻煩這裡 好,開球 我選擇這個時候 因為我有很多防守卡 所以我們就用防守卡 頂過 當然要抹尖鋪 不需要上 然後這樣去 斜念波 不是抹尖鋪 集中火打死這隻 什麼 打死這隻 孫悟空 斜念波 抹尖鋪 集中火打死一件 所有攻擊力 全部集中 全部集中 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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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大幅減量防禦力 都頗高 HP 差不多200多萬 我看過數據 是吧 820萬左右 是820萬左右 其實是頗多HP 第二場的大佬 是誇張的 好 好 三個光柱 打完 砰 砰 好 可以 這裏 那 呃 不需要上 國之打 來吧 國之打 還是維斯堅 OK 13號 好 集中所謂的力量 打到這裏 然後後面的攻擊力 我們要減一減後面的攻擊力 否則13號擋 比較危險 然後留下這堆 速熟性的豬 如果是重創的話 下一節就是 抹煎菇食 好 打死你 死死死死死死 死啦 又爆了 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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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 成功了 打死了一隻 好 現在到這個 開始 好 好 可以 這樣吧 回血了 我要 吃這一層 哎呀 跌得那麼差 小魂三顆 不要緊 小魂攻擊過敵人都可以 不一定要用B 這個是小魂的好處 硬頂吧 只要普攻 只要攻擊過敵人都有機會減到15% 好 馬上攻擊過敵人都可以 殺子般 減你攻減你防 紫蘊 有啦 發動了多大 現在它已經減掉了 好了 這裡 面呢 嗯 這樣吧 用魔盾擋前面 再用減攻減防 再來衛斯減攻 沒問題 最後 吊爆你 棒 釘蓋 接著就用盒 這隻超四個芝打 不能棄絕,不能封邊 還有技能 難打過國際版 幸好我現在是後術性 這樣還可以打 先來這樣 馬尖布一定要出的 因為馬尖布要 減他的 攻防 減防,不是減攻 好,這樣就出 十三號幫我變多些氣肉 出不出無所謂,不過我正在燒一些東西 靚仔一點 唉,沒事 哇 乞你屬性加上邪念波防守卡 你都這麼傷 掃一掃你 頂住 減攻 減防 口臭大炮 OK 嘩,很傷 十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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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萬 十三號其實都是高防的一張卡 OK 這樣吧,不需要上 跌下來,繼續減 我們要繼續減 好,這個 這些 吃掉 吃掉 這裡 擋住 來 果茲達 再來減 減你的攻擊力 繼續減 魔童 魔胸包回彈 一隻 兩隻 兩隻 小雲 減你公米田公 減 減啊 有沒有發動 發動有一點 減多15% 殺 這裡 開始減 減 好 無限再生發動 回血 按吧 一隻 我一定會在這裏這樣吃 沒理由找一下維斯檔兩件 好,那維斯檔一件 然後抹尖 抹尖 吃這裏四顆 再多一點 快出了DB殺技 所以 這裏我們不留 直到一隻 亂費 對 泥斯 較肅 減你龔 åt 減你龔 滑 乾 鋁 好,這裏殺你 你死吧 跟著順勢回血 DB殺技,Kozita 還打死你? 三世代,超知屬性,王者的卡 Kozita,DB殺技 靈魂靜姐,丟爆你 玩完了,回心 好,最強的那隻來了 這裏九糖血 好,來吧,看看 這個最高防 維斯最高防 三顆 先看看 先掉下去 然後,這裏五十股 吃一吃 最後,吃了三顆 這裏很危險 因為我還未減 嘩,第一隻就出了嗎? 不是吧 不是吧 好早就找到最高防 維斯最高防 頂住 嘩,五萬 嘩,靠 好,減啊 現在開始減你 減一顆 頂住 減第二 砰 開始見效了 再減第三顆 小魂米電弓 再減 OK,減了連環三顆 再減一顆 減完三顆 減完三顆 再減一顆 這隻沒所謂 只是防守卡 劇戰魔童 好,跌下來 減完三顆 這裡的一顆 這顆 滋熟性 留給下一輪 或是BOO 減完之後 普攻應該沒有問題 嘩 你看 五隻 魔童要應對 WOW 又出 好,我已經閃了你了,很危險,我還要閃啊 沒問題,試試吧 趕緊 你磨我的血,我還未磨乾你,你磨我的血是不是? 好,丟 沒了兩堂 普攻77% 我們馬尖杯來了 先吃一坨大東西 先去大血 吃一坨大便 好,維斯再砍一砍 維斯的被動技能很好,幫我們全隊加攻加防12% 還可以DK,DK上是更加強 這張維斯今次發揮到它的效果 一來必殺技有減攻,二來被動技能有幫我們加攻加防 主要是加防那一刻好 所以這張很厲害 還未DK,DK的好像更加強 二、三 再減 沒得棄住,沒得封閉便減攻 好,不用問了,這樣去的 這裡比較恐怖 用這個吧,這樣去吧 魔童沒什麼鎖,只有兩顆可以了 小維斯三顆 擋 擋 再擋 再擋 大幅減攻 大幅減攻 好,再擋 魔控包圍彈 再擋 沒問題 只要你不用一點就沒問題 小雲 米田弓 又減 狂減 好,無限再生 再一次發動 好,果之打 麻尖波 不夠出 終於先看清楚一點 不要緊 擋住 嘩,你這裡出 沒問題 我回了血 18萬 最多就是4萬 給你 3萬2 只要我減到這樣 你出個BIT 才扣得這麼少 看看我這招 超死了一定厲害了 普通超一都打得死你 說你這招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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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忍耐住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摩 sucker摩 已經五nae μπο到來 一樣 trata 不用貰到 先穩困起鍵 稍 Jean 維斯 不,下星那隻斜鏈波索 先說威斯 OK,魔童不換出了 防守卡,魔童 擋,再擋 再來掃一下 再擋 擋 哈哈,我不怕你 斜鏈波,想不怕你 硬吃你也沒問題 那怎麼辦呢? 兩萬而已? 給你吧 好了,已經沒問題了 已經控制了整個局勢 已經沒問題了 好,到這裏 先來掃一下 先來背部的大血 再來是果汁打 然後小雲 這麼快回門 好,這麼快回門 你的攻擊力減 再減 地 再減 果汁打 地 哈哈 哈哈 贏了 沒問題了 再減 死了嗎 死了吧 死了吧 好 擋住 一劍掃捨 一劍掃捨 萬箭專心減防 劍 KO 各位 零道具 其實這隻 在三世代 進入入版三世代來說 其實不是很難的 完成 好,我們再看一次 我今次的隊伍 臭屍 這隊是以G為主的 這個Mazimbu 次世代Leader 再配合這個小人 這個小人其實蠻厲害的 因為他的悲動技能 攻擊高的敵人有機會3回合內減攻15% 連續3回合減攻10% 其實蠻厲害的 所以這張其實有用的 維斯 另外一張蠻強的 我覺得也有用的 必殺技有減攻一定是好的 變相也幫我們全隊加攻加防12% 即是不是單一減攻擊力的一張角色 他也可以幫我們提升防守力 變相也是很好的一張卡 邪念邦不需要說了 慢無地防守卡 再配合這隻13號 因為始終我們要有Mazimbu 幫他們兼顧大回血 13號幫我們點多些氣肉 就越容易幫我們回血 所以這張是非常好的一張卡 可以DK DK 更加好 再配合這隻魔徒 這次戰勝的黃道關鍵 就在於減攻 大家一定會用這隻Gozita 即是G屬性三世代的Gozita 如果有前頭G屬性三屬性的Gozita 那就更加好 一定沒有問題 我沒有用次世代的Mazimbu 再配合三世代的Gozita 都可以的 因為我有一隻 有這隻的13號 可以變氣肉變相 因為Gozita 即是 我這裡有極屬性 如果Mazimbu 要發動必殺技 而Gozita 加上Mazimbu 即是前後加上氣力4 變相 會有一點問題 即是發動必殺技 會有些困難 但幸好我有這隻13號 去做一個助攻的效果 幫我變成氣肉 所以變相 就彌補了Gozita 吃不到極屬性角色 這個Mazimbu 的問題 如果這個日版來說 我覺得這隊已經沒有問題 我覺得是容易一點 比上一次出的超三部 如果國際版來說 我覺得 零道具 可能是前後Mazimbu 小雲出了 小雲可以放回 衛斯都有 其他角色隊員 都已經在國際版有 分析於 未有Gozita 但我覺得前後Mazimbu 應該可以的 剛才我出了Mazimbu 在國際版上 我會等我升好Mazimbu 然後再試試同一隊隊伍 即是隊友的Mazimbu 是用Mazimbu 可以嗎 應該可以的 好了 成功地 打完Gozita 給大家看 接下來會再研究另外一隻 就是同期出的超一聖龍 體屬性這隻 這隻應該不難打 我會先研究一下零石 然後再研究零道具 好 今天的影片到尾聲了 喜歡這影片 給我一個Like 記得最重要是訂閱 下次回來 我們再玩龍珠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再見 拜拜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